一年内吧 我就是跟我前夫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然后我像封闭起来一样 然后因为家庭啊 还有亲戚之间的压力吧 只能结束我们两年的婚姻 离婚之后的四年里面 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跟自己 得了抑郁症一样 我只把我自己封闭在 自己的小空间里面 我根本就不想去接触任何人呢 或者是说跟任何人去谈心呢 没有 但也不能一直就这么封闭着自己啊 而且人家不是说了吗 胖胖的女孩 爱笑的女孩 她有好运气 对 爱笑的胖女孩 运气更好 对啊 所以这好运气来了没有啊 还是走出去啊 你不会还是单身吧 都四五年前的事吧 不会 不会 哎呀 快快说说好消息 掌声勇情我现在的老公出场 哎呀 真的是胖胖的姑娘好运气啊 欢迎 欢迎 你老公真苗笑 谢谢 来 游婷 这个你这体格偏苗条呀 这还胖呢 胖好几年都 让他给你喂的 那必须 你们俩咋认识的呀 他不是在那个网上找过一个工作吗 当时我也想在网上找个工作 但是他还有好几个 他那个同事就天天在那儿唠壳 当时已经过了一个多年期了 就唠唠的就知道他是单身 那是三年多的 哦 咋回事快讲讲 就当时就是那个直到他是单身了 朋友也能开玩笑吧 就说是啊 他也单身我也单身 我来凑一对吧 凑一对吧 你这可不是开玩笑 你失眸已久了吧 人家说了不行 不是说你为啥不同意啊当时 因为我老公他比我小五岁 这娜娜挺厉害啊 我还没有安全感 姐弟恋 你喜欢他什么呢 莫名地喜欢 这就是爱 爱这是说不出来的莫名地喜欢 结婚多长时间了 有四年 都四年了 我以为你们结婚四个月呢 你已不够是吧 四年了 你们俩今天抱抱 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 这你们俩就话题呢 哎呀 慢点 哎呀 你还想抱起来呢 是吧 你这老公选得不错吧 打灯笼找的 哎呀 那你这刚开始觉得人小不放心 这后来咋放心了呢 就是因为时间久了嘛 然后两个人多少有一些接触 他追了我三年 觉得这个人比较实在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这个人挺实在 他不会说我 你知道你老公站你旁边啊 不是老师们看到没有 那眼神 就没有挪开过 就始终这么看着你 如果他减肥成功了 成150斤了 你怎么办 那更看不够了 那就给我抱他了 就不用他了 你知道你老公平常是这样 哎呀 那含情默默的 两道都在小目光上盯着你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我朋友跟我说 你能不看他了吗 你稍微转移一下 看得我都不好意思 哎呀 谁负好 说说这个成家以后 生活中什么小事很感动啊 很愉快的 那不知道就是农村赶大吉 正好赶上赶吉吧 我说有摩托车 我带你去的 上海家那个大吉吧 有个大坡 这个坡吧 也不算抖吧 但是配众有点那个 就把车给接班了 给他俩 所以当时就还出了这么个尴尬的事 然后尴尬的事 其实是好几件的 我家有一个床 我俩打闹的时候 因为他身轻如燕嘛 上去他就跑过去 我就想也站在床上去追他 结果我一踩 哗叉 那个床滑了 结果我听说还有挺多 这个感动的小故事 他是开产车的 然后他都去外地工作 离得很远 后来就是因为我俩 在一起之后 他过激到 可能会就是想多陪陪我呀 然后的话 他就不去做那个工作 留在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本地 然后那个 做了一个小小的快递员 然后他第一个月开工资的时候呢 他就送了我一套化妆品 然后又送了我一只口红 亲生姐捧这么一会儿 就单膝说的 那个媳妇节日快乐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懵 就这么感动的事没有过 但我知道他是当兵出身 他不会浪漫的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咋行我买花了呢 我妈呀我给你买的 后来晚上那时候没事 我跟我妈 我说对妈呀 我说你咋行 让你儿子给我买花了呢 那天晚上挺奢侈 不能当饭吃 不能当啥的 我婆婆说对 哎呀也不是每天都买 每个女孩子吧都喜欢花 妈没得着的 妈都让我儿子双倍给你 真好